记者王荣祥高雄报道,日本媒体报道前总统陈之贬呼玉蔡政府及国会支持台独公投,陆磊会则说中华民国台湾是现状,也是现阶段最大公约数。 新勇哥物语今指出,台湾才是现阶段最大公约数,中华民国台湾或中华民国都不是。 永哥表示,没办法接受陈朱伟,陆磊会主委陈敏通说法,如果不相信,可以将中华民国台湾,中华民国台湾拿来做全国性民调,到底何者才是台湾社会现阶段最大公约数。 相信第一名一定是台湾,而不是中华民国台湾,最后一名也一定是中华民国。 永哥认为,中华民国台湾又不是中华民国,台湾除以二,等于中华民国台湾。 台湾是台湾,台湾是我们的国家,台湾不是中华民国的台湾。 各种民调显示,超过七成台湾民众赞成以台湾民意加入联合国。 小勇指出,陈明通主委9月6日出席陆委会主办的爱台湾们两岸端片争选竞赛颁奖典礼,会后受访时表示,政府始终坚持捍卫国家主权及台湾人民选择权,保护自由民主为基础及规范的国际社会秩序。 永哥点出问题是中华民国台湾,会是我们国家的名字吗? 所谓捍卫国家主权是指哪一个国家? 捍卫台湾人民选择权,为什么要把鸟龙公头法改成狗龙公头法? 为什么要剥夺限制台湾人民对台湾未来,包括独立公投与证明制限的选择权? 小勇搬出台湾前途决议文七大主张,其中提及台湾是一主权独立国家,台湾并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。 小勇强调,台湾是一个国家,唯一代表中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是国家,台湾又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。 如此一来,这不是台湾中国,一边一国,什么是台湾中国,一边一国? 为什么政府都不敢大声说出来?